明星驼尾是什么感觉?姚蜜缩成一米五,陆寒流氓气十足,湿湿太意外 明星驼尾是什么感觉?姚蜜缩成一米五,陆寒流氓气十足,湿湿太意外 在微博看到有人噓出马苏的近照 因出席某活动,马苏身着黑色礼服亮相,没想到她的身材却被网友一致吐槽 正面看马苏的肩肉厚又宽,腰也不算细 马苏一转身的画面更扎眼 首先是这胳膊太粗,感觉甚至比某位女星的腿还粗 最可怕的是马苏的后背 不用摸便能感觉到肉太厚 用虎背熊腰来形容不过分吧 看到马苏的背肥成这样,网友忍不住吐槽说这身材已经不适合这样录了 一直都get不到马苏的美 现在想的一个问题是这几张图没有被修过吗 为何会暴露出马苏身材的致命弱点 无论修没修图,都知道了背部是马苏的硬伤 诚然,很多明星的背部都有问题 除了背上肉多,驼背也是一大硬伤 都知道驼背会变卖,这点调皮的张玉兴还是厌过呢 看陈美平驼背与直腰的对比照会发觉不仅身高不同了 连气质也变了 曾经的男神看着有点儿围拟不振 当陆寒一驼背感觉脾气十足 不太像个大明星 但当他把背指起来试人看着精神多了 个子高的明星驼背更难看 像个小老头 看虎哥就懂了 如果不看脸只看后背 还以为他是位四五十岁的大叔呢 女星驼背比男星更拉眼睛 正爽驼背也就算了 他竟然还背着双手走路 这不是老太太走路的姿势吗 爽妹子以后走路要注意了 这样太难看了 其实圈内最爱驼背的女星是杨幂 杨幂这背驼的力度可够大的 整个人看上去无精打采 在路牌中 我们可以发现杨幂驼背已经成了自然的事 杨幂的身高是一米六十六 但看着却像一米无几 这是杨幂的经典驼背动作 把自己的气场都给秒掉了 背得一直一弯曲别很大 看王凯和刘诗诗就知道了 无论何时 他们走路都是挺胸抬头 气宇喧昂 气场强大 你是否认为明星駝背气质会被渐弱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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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